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党的改革 它叫党的改造 这个很重要 因为蒋介石认为 在他整个的反显中他认为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 最大的原因就是党 党员的思想 荡然无存 党员对主义的信念 崩溃了然后党的组织 组织纪律也都是崩溃了 所以他认为党的问题是最大的 所以他从事党的改造 所以到台湾来就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党员重新登记 也就是说他在一定的期限之内 你重新登记 一路不登记你就视同放弃 所以很多人没有登记的就没有了 本来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是很庞大的 当年是很庞大 到台湾来这样一下就很多人就没有 再参加 他们怎么会对党的改造这么注意呢 他是想把党塑造成 一个先锋队 不是 他认为 就是说他认为 就是说你这个党领导这个国家 执政党 可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失败 而且失败那么惨 他觉得很大原因是党 党的功能崩溃了 党员的对党的信念 对主义的三民主义的信念 荡然无存 党计不行 他认为是党出了问题了 所以党魂没有了 所以套到台湾来第一个事情 就改组这个党 改造这个党改革这个党 那么把这个党员的党魂再抓回来 那当然就是三民主义 还有就是党的纪律 党的功能 所以他也是发 从好几个方面来做 那第一个他就把这个 不适任的人要把它弄掉 所以他在成立一个叫做改造委员会 就是改组这个党 改造委员会的委员 国民党历史里面 好像这种改造有好几次 是 国民党其实每一遇到重大的事件 或者重大的失败 他们都改造 你看从这个清中会同盟会 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中华革命党 什么什么 那也是不停的在改造 他也确实是想 参考过去的经验重新做 所以他就成立一个党的改造委员会 他这个因为大 我看到有写文章 就会把这个跟 就是当年这个 就说 因为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党化 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子的 就会认为说 这个两党都在实行的一个 比较强化的一个党化的一个 一个领导的一个方向 这个有没有一种 怎么样去看这个共性呢 我觉得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那么把这个党打散了 现在再把它拿起来 对不对 那当然这是对他的组织一个新生嘛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他更集中党的这个管理啊 权力更加集中 你可以从不同 可是因为这样做 他的效能就更好嘛 对不对 他的这个 整个的迅速效率效能就更好嘛 那么这个做的很彻底 这个做的好几方面 第一个把不适任的人都把它排出去 那么包括就是说把陈立夫陈果夫 最有名的二层CC 把他们都排出这个党的真正的领导中心 那么另外呢他就成立了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委员会 比方说这个妇女会 青年的青年工作会 妇女工作会 农民工作会 渔民工作会 那么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国民党 他这是像工会吗 还是 不是就是一个小组 那么他 中国国民党主要是个上层的党 在中国大陆他的问题 就是他是个上层的党 他没有跟基层连在一起 相反的中国大陆倒是从 因为从农民运动起家 所以他跟基层的联络 比较扎根 所以蒋介石就是认为 我一定要做到基层去 他是用另外的方式来做这个 就是跟基层去做 其实很多是参考中国共产党的做法 他在 对他在 我们看他的日记 我想你也看到很多 他在中国大陆时就在 常常自问 他很少批评共产党 他反而是问说 他认为 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做得非常好 宣传做得非常好 他常常问说 为什么 他们相信他们不相信我们 为什么教授们要跟他们走 为什么青年学生跟他们走 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要跟他们 为什么工人不相信我们相信他们 所以他是有这种思考 可是因为在中国大陆 他也没有机会做 所以后来 50年这个党改造 他就成立了这个妇女党部 这个青年党部 那么渔民啊工人等等 并且呢 真正重要就是成立小组 所以党的运作是从各个小组开始 因为像我们 我们现在参加许很多 像你提到的 台湾的国民党的这种做法 我们也看到大陆的 中共的一些做法 都是从这种基层里面做 当然我们在美国也看到 这个美国有很多基层的做法 这里面有很多相似性 但都看到这种就是说 怎么样跟基层的这些民众的联系上 这些有效率的社会 都是怎么样在做的 当然我们知道 最后大家方向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 你出来你要 你要用这种方法 来做什么事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就是他这个改革 就是在各地成立的各种的小组 这个小组 每一小组可能只有十个人 但是小组很认真的开会 那么还有就是他在各地成立一个 中国国民党民众服务社 也就是我大门是开的 你民众有什么困难你来我帮你解决 那就是尽量跟基层跟草根接触 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比方说二层 陈利夫陈果夫 在中国大陆那是赫赫有名的 呼风唤雨的 可是到了台湾来以后 蒋介石就要排他们 要排掉他们 他就认为说中国到了失败 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那么要排掉他们 那么这个CC派很大的力量 因为他在国会在政府里面很多的人 那么所以议会里面 所以说也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但是蒋都是甚至于拿出杀手箭 比方说这个蒋介石要任命 陈城做行政院院长 CC派不同意 就是立法院通不过 蒋介石最后没办法 再当众哭 哭 他说我是亡国了 如果这样我们就亡国了 我们今天退此一步别无死所 可是同志们到了台湾 还要计较个人的名利什么什么的 他说我们大家就做亡国民吧 那么当众哭 所以说服了CC派同意 还有一次也是为了立法院某一个议案 就是没办法通过 找了很多人协调都不能通过 他最后在明天要投票了 今天晚上把大家找过来 他说现在我就跟你们讲 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要这么这么做 你们如果不赞成你们站起来走出去 赞成的留下来 你不要你自己出去你另外组党 好吧 就用这样子一个决裂的方式 那么残量 所以是很不容易 但是你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决心挺大 对 他要做的改革的决心是非常大 他还是希望以党来领导这些 那时候以党领政是很自然的事情 大家都认为都是天情地义的 是巩固党的领导 但是重要的不是巩固 真正的基层是在党的这个功能 是真正能够发挥 真正跟人民结合在一起 让人民觉得中国国民党是为人民做事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他成立了各个的党部 各个的基层的这个小组 在各乡镇都成立了这个民众服务处 我小时候我还有印象 经常很多民众服务处 就像警察局一样 有什么事去找民众服务处 要找人干嘛的 去民众服务处可以帮我们忙 当时就是大家 就真的感觉到中国国民党是 帮人民做事情的 我想真正重点还是在这 对对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孙中山讲过一个说 中国社会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一个社会 没有办法组织起来一个社会 通过这个 不管是共产党国民党 它在通过这个党的这个组织 把这个社会给组织起来 这个组织化的一个东西 是 那就使得这个整个社会 整个功能能够运作的更有效率 对 你刚才提到这个 就是巩固改造党的运动的话 这好像是一个加强党权的一个方式 这个我们好像 在就是一般的历史里边 对这个 对这种做法都是有一定的看法的 那我就不知道说 国民党它 这次又巩固党权了以后 它要来做什么东西呢 对 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注意 党权的巩固 如果它真正在台湾做事 那我如果党的这个党魂没有抓回来 党的主义信仰没有巩固 党的组织不完善 党的功能不好 那我根本政府是没办法做事 没办法做事 因为那个年代还是以党领政的嘛 所以它的党的改造 真正的 它其实两年就改造完了 那么改造完之后 党员重新登记 然后呢 这个很多人就离开了党 并且成立了各种的相关的组织 那么让这个党真正的跟社会的民众接触在一起 那么到此 它真正的目的不是到此为止 它是要做别的 因为为什么 它很多政府的重要的官员都是党员嘛 所以它有了这样的一个党的完善的组织 以后 那么它才开始做其他的改造啊 比方说经济啊 经济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这个国民政府一向是非常注重教育 教育它说来写什么呢 那太平了 就是国民义务教育啊 那么就是小学是免费的要读 而且是非读不可 如果小孩子年龄到了六岁不能入学 那你父母亲要犯法 这个在大陆时期已经开始了 有 他先从小学嘛 小学后就初中嘛 初中就是从六年做到九年嘛 现在九年再做到十二年嘛 就是说九年义务教育 高中也是义务 初中义务教育 高中义务教育 他什么时候做到九年义务教育 九年大概是以后 大概十年以后 十几年以后 但是这里面国民政府做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技职教育 也就是说 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读大学 他当时就是 因为台湾社会当时经济发展 蓬勃的发展 他需要很多很多 技术的人员 所以他做了很多职业教育 例如机器的 各种工的 那么甚至于做衣服的 那么农渔业 方方面面都有很多技职 海洋都有 那么这些人 他上了这个教育以后 他等于高中毕业 或者是等于专科毕业 那么虽然他没有读大学 但是他是真正的 懂得怎么去做 那么他们马上就可以 立刻到公司 到工厂去做了 因为台湾当时 这个社会现代化 是 因为经济发展非常的快 需要很多很多 不是那些写文章的人 他需要是真的能做事 那当然更重要是经济改革 他在这个党稳固之后 这个做经济改革 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在其他的方方面面的 改革都陆陆续续推出 所以他做这个党的改造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要加强党的功能 那么使这个党能够更加的 在政府里面 这个政府的这个国家治理上 发挥它的功能 发挥它的力量 它真正的目的还是在这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1950-51年改革 52-53年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 经济方面很多很多的变化 包括我刚提到的就是 民营化 然后各种的新兴工业的开始 这个基本的 这个进口替代工业 如雨后春水的出来 那么另外就是教育的普及 他这个普及是很认真的 就你一定要来 你的孩子年龄到了 你一定要来上学 你不能不来 这是你的权利 但也是你的义务 你如果这个小孩不来 那你父母亲要抓去问罪的 所以台湾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说在高山上很偏远 他可以为两个孩子开一个学校 因为他就是要真正 做得很确实 很实际很确实 那很有意思 因为原来我记得我们在 因为我们是在大陆受教育的这个背景 我们当时第一次就说真正看到说 民国的教育的时候是 就是《穹谣电影》里面的一些 那个 真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那些学校的这些活泼 老师讲课的这些活跃啊 这个课堂啊 还有这些体育啊 像你说的 就是怎么样关心孩子 怎么样把孩子抓来读书 这种 这种就是说 这些教育方式 当时我就觉得 我们在大陆是没有见过的 所以还是很有意思 你刚才说 忽然想起来这个 我当年的这个感触了 我们大家都是觉得 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教育方式 我们政府一向很注重教育 对 你可以看到蒋介石 对文人非常的尊重 其实你看他日记里很好玩 他表面上非常尊重胡适 可是他日记里经常批评胡适 对不对 认为胡适非常傲慢 非常自大 可是他表面上对胡适是非常的尊敬 胡适在台上批评他 他在下面乖乖的听 那我想心里面气得要命 他也不敢如何如何表现出来 对 所以大家认为 知识分子在就是说在民国时期 包括在台湾时期 我觉得他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就是很有地位 很有尊严 很有 是是当老师是最受人尊敬的 我想蒋介石他们那些 国民政府的领导 他们有个信念 他就觉得这个 这个发展需要人才 人才就要靠教育 所以他们很注重教育 实际上他们这样是对的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 后来进步的非常的快 后来无论是工业外贸 对外贸 对外贸易 那么科技研究 他的人才很好 到今天他的人才 他还是以人才取胜 你看我当年就是20年前 当时台湾这个受过大专教育的人口 就已经是25.4% 20年前 就四个人里面有个就受过大专教育的 所以非常的普及 那你这样的话 政府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东西来 新的机器 新的观念 新的东西 这些人很快就能接受 他都能够接受 并且能够发挥 对 这是一个社会 智慧型的一个社会 对 它是有很高的教育程度 现在是受过高等教育人数 比当年更多了 甚至有些腐烂了 因为我们社会 不需要那么多人读过大学 其实真正更需要是这些 受过真正职业的 既旨教育 对 但两个都需要了 大学变成一个基础教育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进行一些职业的教育 对 但一个社会要有一个比例 就是做研究的人多少 做教育的多少 但实际去做 真正去做的人有多少 看他这个教育需要改革 就是在实践上更多 但是台湾社会 就是说这种高教育程度 然后社会文明的程度 然后公民的素质的 就是这个程度 也是跟这个教育都非常有关系 我觉得教育是根本 本事的根本 就是台湾能够有后来 这么快速 而且顺利的发展 那么得利于他对教育的重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 所有这些进程 看起来都是非常顺利的 就是说 里边的曲折是非常非常少的 你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国民党的这个方面的这些理念呢 它有什么样的这些 最基本的这些特点呢 台湾在某些方面来讲是挺顺利的 因为至少从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它的整个的发展 都挺平稳的 那么一方面它的政治改革 党的改革很顺利 它的经济改革特别的顺利 然后成功的从一个内 这个进口替代的社会 转变为一个出口外销 而且当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 正好就是整个世界蓬勃发展 台湾正好搭上这个火车 所以我想台湾方面都很顺利 很幸运 可是另一方面 它之所以能够 机会来了 它能上去 是它准备好了 那这个准备 当然就是自己第一个 自己本身的改革做得好 做得确实 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 党本身的改革 党本身的改革 党本身的民主监督的体系 当然 对 那么另外就是教育 教育的水准 对 还有就是台湾 你看当时政府非常的连结 社会均富的现象 是 均富是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时候开始发展的 对 所以是这个贫富的差距不大 但你要说台湾是完全都是那么平顺也不进来 因为我们也晓得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于小至于公司或我们个人 对 这一生都是要不断的改革的 对 你不改革你就落伍了 你就落伍了 对 所以台湾当年在这个国民政府领导的时候 五零六年七年八年都很都很顺利 可是到了九零年代整个世界不一样 地球村逐渐的进来各种影响很大 那么还有台湾还有两岸的关系的变化 那么台湾接受到更多的冲击 那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 其实今天台湾这个有很多问题 让大家很担心 第一个他经济到今天还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出路 还是靠吃老本 那么第二个就是教育 那么教育没有错做得很好 但是过剩 那么一个职务开放几百个博士去 你选你怎么办 过剩 所以换句话说教育的资源并没有恰当的分配 那么第三个就是社会的这个和谐 实际上这十几年来一直受到这个统独蓝绿的这个分离 那么不断的这个切割 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所以台湾其实还是有很长的一个路要走 所以你说我如何去总结很难 那主要就是说他做到了真正的就是 改革是真心实意的改革 那么另外就是方向是正确的 无论是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 他的方向走的是个正确的 因为你真正的尊重人民 你是真正尊重人民的资源 他的资产 然后政府真正的愿意把这个权利来分享 并且在选举的过程中 是一个公开公正的这个方式 选嫌与能 而且很多很多的草根基层 都能够有机会到中央来 那么这些方面我觉得他是做的特别的好 早期的领导力 就是早期比较单纯 现在当然各方面来的挑战比较多了 也就是说现在的领导就更要能够 应应各种不同的挑战 这样子的 是 有点光的 有执行力 对啊 有没有能力来迎迎这些挑战 并且带领台湾 找到一个好的方向 走出台湾的目前的困境 我想也是台湾的朝野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 这是华人的一些共同的希望 我知道大家都希望台湾好 我很多中国大陆朋友都说台湾 这么好 社会那么温馨 那么进步 应该要珍惜它 要保存它 对 也是中国的文化的一个根 是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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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